因为这个群里面你是管理员 师位顺便跟你讲一下 首先要谢谢上面这个菩萨对师父的肯定 但是千万不能拿这些东西 与师父的发心跟师父的理念相提笔论 尤其是师父这一生 一直要告诫大众 最初修行时一定要 克尊佛制 维护森伦 这是一切终身向道的最初下手的最初信念 佛制若坏 如同刚领击败 森伦若无啊 将来无量级中 你处在红尘 心中永远没有一个出离的方向跟形状 形态 六祖 纵然大彻大物 领受主义啊 将来要红化当下 要离印宗大和尚叫印宗大和尚 现出家乡以后 才能够上堂为大众生说法 祖师的表法就已经告诉你 禅的众生下手的最根本 心里面的信念 那是不可以混乱 那是不可以随便去败坏 所以若佛制若坏 森伦若无 你最后那个禅 那也不是成佛的禅 真的懂得禅的人 他不但是超越世间的一切 过去众生的种种虚妄 他也要知道如何接引众生 念念如法走出希望 所以不于佛制所说的惨 和自诩都还是禅师的 尽量疏远也罢吧 但要肯于剃头染衣 真正念念惭愧心 去受僧人的三残大戒 受巨族戒者 纵然还是凡夫生啊 就算是个凡夫生 你认为他什么都不懂 但是你看不出来处 他在他的身根形怡上面 已经有禅境界了 你知道吗 这是你体会不出来的 心中那种潜意识的 那种维系影响啊 所以 你要有空把师父这些录音 也下载上来 发给大众听 请把那篇文章 文章给他拿掉 但是也要谢谢那个菩萨 谢谢那个菩萨 让他好好用功 师父还是祈求他好好用功 好好用功就是一定要记住 今生要坚持维护佛制 坚持 要护手森伦 再家人领导 出家人将来败坏的这个僧团 败坏了佛制 纵然有一点那个禅 佛法都荡然了 那个禅有什么意思呢 那个禅就一定是 不是解脱究竟的惨罚了 可能就是 让众神沉沦无尽的痛苦的 一种妄想而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